虽然虚拟货币成为时下最炙熟可热的话题 台中也出现了第一间合法合规的虚拟货币实体交易所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最近虚拟货币相当夯 比特币涨到历史高价 疫情让更多民众投入虚拟货币市场 台湾S王牌虚拟货币交易所 2021年10月21号在台北台中市同步开幕 现场赠送前100个民众比特币跟狗狗币 吸引许多民众前往排队抢购 可见区块链市场渐渐成为金融投资的主流 因为其实我们S台湾交易所本身呢 在台湾是最早合法合规的交易所 那因为呢我们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就跟KPNG还有警政署等等的部分 都有在做合作跟创接 S集团创办人潘一璋说 他们是台湾最早合法合规的交易所 早在2018年就跟全球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之一的KPNG合作 有多重的投资保障 这次在台北台中开实体店面 就是想让大家可以更熟悉 相关的操作和买卖 所以交易所有规划专人解说 理财奖座等服务项目 提供最新的价格买卖状况 让民众更进一步认识虚拟货币合法的操作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线上的服务 延伸到线下的服务 因为有很多的台湾的民众 他对于线上的交易比较不会那么了解 那当然也希望可以透过线下的教学 包括怎么注册 怎么买卖 来自于怎么叫做区块链等等的教学 来做延伸 目前虚拟货币中最热门的比特币 这两天一块比特币已经涨到6万6千多美元 狗狗币从今年初到现在已经涨了70多倍 显示虚拟货币未来会慢慢成为投资的主流 S在台北台中看到庞大的商机 所以来台中展店 S更计划在南部甚至东部设立营业据点 让全台湾的投资者能够在合法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 找到一个投资理财的正确管道 记者李金生李子怡台中报道 请拍赖